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我是Mike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昨天澳洲本地的市场情况 澳洲股市在周四是基本收平,但是依然是在5700点以下 所以对比现在不论是欧美、亚洲、还是中国或者是香港,简直就是个悲剧 中国股市昨天虽然也有下跌,重新回到了3370点以下 上证指数是下跌0.6%,深圳方面则下跌0.5%左右 在其他方面,欧洲整体来说有所上涨 最少的上涨0.3%,多的则上涨0.7% 美国三大指数则基本是原地不变,但是目前道琼斯指数依然是在22000点以下 那么在股市以外的地方,黄金价格目前冲上了1350的高点 这个也是在黄金上了1300之后呢 短短一周半的时间已经连上50美元大关 在其他方面的油价目前稳定在49美元的等级 那么今天的热门话题我们朝中就来说一下 昨天晚上欧元的这个欧洲央行利率决议 以及呢,现在呢,境外做空人民币势力的悲惨遭遇 我们知道目前资本市场里面除了美联储的利率决议以外 另外一个接下来最重要的事件呢,就是欧洲央行的利率决议 因为毕竟现在欧元还是世界上的第二大货币 因此呢,市场对于欧元每个月啊 这个决定加息不加息或者是要不要印钱还是比较关注的 那么说实话的话呢,昨天晚上的利率决议并没有什么新意啊 依然是原来的话不变 但是这个欧元呢,却和美元的利率依然是在 昨天晚上是一路向北啊 上涨呢,幅度达到了大约是1.2% 一举呢,是再一次冲破了1.2的大关 这也使得市场呢,表现出了对于欧元未来经济 欧元区未来经济继续走好的一个强烈的信号 所以说呢,从昨天啊,我们看一下官方的表态 欧洲央行行长呢,他说到呢 啊,现在虽然说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啊,结束QE的时间 但他说也知道市场目前关注的呢 就是欧洲央行什么时候会停止现在的QE政策 那么另一点呢,也说到了呢 就是如果说啊,10月份没有决定的话呢 啊,那么也会在最近的时间做出决定 那么这也使得呢,市场呢,纷纷猜测 欧洲央行呢,是对于欧元区的经济有了更大的信心 因此很有可能将会在10月份呢 正式决定宣布退出QE的时间表 我们知道所谓的QE就是量化宽松 说白了就是印钱啊 那么美国当时2014年退出了QE啊 这个停止印钱以后 美元从2014年一直上涨到了2017年上半年啊 涨幅呢,折合比例是高达了28% 虽说今年欧元已经开始了上涨 但是呢,如果按照美元上涨的时间来做比例的话呢 欧元起码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可以涨 啊,所以说现在虽然是冲上了1.2对美元 但是从长期来看 一旦欧元正式宣布结束量化宽松 那么我们判断呢 长期来说欧元还是会有继续的上涨空间 那么说完了欧元的话呢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人民币啊 可能大家会觉得 那么人民币是不是也会像欧元一样啊 跟随着这个趋势不断上涨呢 大家知道呢 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 一度是看空人民币啊 但是呢,结果也是非常的惨淡啊 连续三次止损啊 三次进场,三次被打拼 这也让我呢 今年是在之后的四个月里面 彻底是放弃操作人民币 虽然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已经跟大家说到 今年的策略就是呢 从保房价转变到了保汇率 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 在今年啊 十月底的时候会召开这么重要的会议 要是我知道的话呢 我肯定不会在年初的时候 做空人民币 那么与我三次被平仓止损 现在决定不干了 相比的话呢 比我更惨的啊 就是美国的一个基金经理 那么这个哥们呢 从2010年开始做空人民币 积累了2.4亿美元的资金啊 加上了杠杆仓位之后呢 市场的仓位达到了250亿之多 这么多的钱压在看空人民币上 他从2010年到2016年是赚的是啊 开心的笑不着 合不拢嘴应该说 差点呢 就可以自封少年巴菲特 结果呢 在他得意之时 从2017年上半年开始啊 这个人民币呢啊 就是完全的和过去六年走势 是完全相反啊 之前呢 是六年的时间大涨了 现在用了六个月时间 就跌掉了过去几年来的涨幅啊 这哥们呢 把2.4亿的这个呃 美元呢 也是输的精光啊 所以说我们要说啊 很多时候你做人民币也好 做这个 我们说的中国A股也好 很大程度上呢 不能看美国 不能看欧洲 不能看华尔街 你要看的呢 是新闻联播 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 和求是杂志啊 因此在中国 我们知道呢 很多时候的话呢 不按照传统套路 不按照西方常理 由中国自己的路来走 因此 如果我们要做人民币 如果我们要做A50 那么一定要懂得 符合国情的情况来去做 那么我们不妨来看一下这个图 这张图就是美元和人民币的走势 向上代表着美元走势强 人民币弱 向下呢 则代表美元弱 人民币强 那么应该准确的说 从2015年左右开始 随着股灾 人民币呢 就一路向下 最多的时候 对美元的比例呢 接近于6.99 也就是7的大关 但是从今年的4 5月份开始 人民币价格呢 就一路上涨 看得出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呢 就一路向下 这个我们看到呢 已经是达到的是周线级别图 并不是日线 这是周线级别图 现在呢 连周线级别都已经打穿 就说明呢 现在的人民币走势 非常的强硬 所以说 从现在走势来看 这个价格呢 似乎又回到了 当年2015年7月 5月 股灾时候的 当时的价格 那么我们估计呢 最多它有可能会回到的价格呢 大约是在6.30左右 这个价格 从距离现在大约还有1300个点 但是从长期来看 人民币的这么坚挺 对于中国的出口是非常不利的 因此呢 对于未来走势来说 我们预计人民币呢 不可能长期沿着目前的这个坚挺的幅度来走 但是由于之前连续三把被打脸 因此现在呢 我已经不敢提前进场 只有等从这边开始慢慢扭转向上 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进场 比较稳妥 那么最后投资者今天需要注意的事件 在晚上6点30分呢 澳洲央行行长还会发表讲话 同时在10点30分 加拿大会发表他们的失业率数据 因此在6点30分和10点30分的时候呢 澳元和家元的走势 大家需要引起注意 感谢您收看今天GoMarkets每日曾经点评 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见